2020年中国人体特学学术研讨会的下午场的会议现在开始 下面有请我们云南大学的吴里希教授朱念琳老师 上海给大家发言 发言时间30分钟 请老佩平老师做准备 今天下午我和大家分享两组实验 第一组实验 获取无信息源 无杂信息的实验研究 从1979年开始的人体科学研究以来 出现了很多有关成年功们获取奇异信息的报道 我也多此清理这个体验 因为有人知道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 发生了自己都已经忘记的事情 或者几百公里以外 从未见过地方的矿体的形状大小 从无接触的其他行业的机遇信息等 这些人之间有大多数有大学教授 有普通市民 还有父母士兵的黑远地区人能够付语 其中有的人是与生俱来 有的是大兵长 兵临死亡以后 偶然具有的 有的是通过宗教修行 或者气功断练修行 就不知不觉人出现了 他们感知的奇异信息有两对 一对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和的过程 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者影像记录 也就是早已消失一个短暂的过程 这个信息的或者现在科学时代有关 在超光速的讨论中 敌人上去存在追上了他的可信 利益的类型是感知者不可能通过常规方法 获得但却又确实感到了这个信息 这些信息者的地球存在 但感知者与信息的系统或者承受戒指 无任何联系渠道 他们甚至并不懂得信息者的含义 但取得感知者的准确结果 对感知者而言 这些信息的共同点就是 不存在信息源 因此我们不妨把他们 统策为无原信息 按现在科学已有的知识 这类无原信息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也无妨感知 这种可能会到现实中 却多时出现有关案例的报道 或者清理 他们究竟这个是无机自弹的 这些孩子确有其事 就知道我们进行研究 虽然传统很多 有些信息也很多 但却无忠下手 上世纪八十年代 北京大学研究团队 发现功能的人 能够看见手提包里 比之前抓住的东西 现在已经移走回 并对此进行研究 确认着现象的植视器 并称之为残留信息 这应该是最早的无原信息 我们讲到这些奇异现象 绝大多数发生在成年功能人身上 让他们实验修饰有很多困难 既然这种特殊的信息 能被少部分成年人感知 而少年功能人的感知能力 比绝大多数成年人要强得多 他们也应该有可能感知这些信息 那么少年功能人和成年功能人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少年功能人一般就是肥养出来的 不是前天去有的 不是 他们自己 没有改了这样的功能 原因很可能是我们 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没有 因而对他们 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测试 如果少年功能人真的能够感知这些信息 我们就可能通过实验手段 弄清这些信息 许多部分人 这些信息后续能够能够能够发展 提供新的事物 布朗东西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感知 无缘信息 2018年到2019年全年 我们开始在昆明、郑州、沈阳等地 开始在少数有功能人的耳朵中 进行了小哥哥的实验 实验的目的是 确定是否有人 真正感知无缘信息 这些是我们所使用的信息 在实验条件下 被测试者是无法用查过的渠道得到的 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信息 不再被测试者 在记忆和知识中 其次实验过程中 不能够发言读书等传统媒体 也不允许通过手机、电脑等新型媒体 可以进行查询 为了保生测试的够杂性 我们还要求信息 具有相当的够杂性 就不是一个简单的 别是否能够 这样简单的 可以拆掉的东西 我们实际上 首先使用感知无缘信息的方法 是采用屏幕搜索 就是堆个脑子银 那孩子根本不够得 是什么东西 让他在脑子银上找 就把整个结果找出来 开始的孩子都是 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这个难力 我们要鼓励他 所以你有这个难力 你不妨试试试 像我们住过的实验 包括去年 就在镇德住过的 像这些孩子 这个三宝 他们没有住过三宝 没看到这本漫画集 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我叫他写出这个 三宝银上的桌子 那孩子还可以说 老师我们没有看过这个书 我怎么写呢 我认老病人找 很快就找到了 找我一代 不是一个孩子是这样 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怎样的孩子也是这样 政治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那么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 另外呢 另外一段时间就是什么 刘邦的诗 《大宝多全文》 大家都不相信 刘邦是个诗人 还会写诗 而这种诗人 又是只有三宝 不是没有对四宝 他们都能够正确的 把这三宝写出来 那么其他地方呢 总统一定要代表了 这个学生联约啊 整个这些东西 这个呢相当于什么 这个 出偏提的考试了 在事先调查和诠论 这个之前未协助和相关的信息 在现场也有很多老师监督 他们不逢去查这个资料 那么 到了2020年 这个春节前后呢 因为阻断那个运行呢 孩子都在家里面 那么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呢 就对三个孩子 那么进行了系统的测试 这三个孩子呢 两个是初一的 一个是五年级的 那么实际的方法呢 就是说在脑袋里面找 那么因为什么这个孩子呢 当时不是运行期间呢 家长也不上班 所以基本上就是 家长是全程陪同的 另外我们是用过这个 视频聊天的办法 我在这个手机里面 我应该也能看见孩子 他在住什么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测试的 当然严格的不是很多 但是应该说 基本上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么像2月3号测试期 我们到期 第一 第一 三国志的作者 不是三国演义 三国志 整个一半孩子 都知道三国志这本书 第二 《星行漫迹的作者》 第三是 《陆游》的诗 《诗耳传闻》 四次流行的是 《游泉诸冠》 第五是 《三国演义》的第一首诗 《陆游》的第一首诗 《诗耳传闻》 《陆游》的第一首诗 《诗耳传门》 《典语》 《诗耳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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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孩子是全對的,他們都滅渡,這樣的標準時都滅渡過,但是他可能很正確地把它寫出來。 那麼後來,因為對這個事情,因為以前陳陶跟諾就說,這個經濟是從哪裡來的? 那麼很多人還是認為是從奴階獲取的。 那麼獲取的源在什麼地方呢? 要麼就是家長,要麼就是老師了,只有這兩個途徑呢? 那麼我們就想什麼?那我就找這個信息一點,我知道有這個源,但是我不知道的內容。 那麼我們就出了一句話,立陶宛,我知道這個國家,但是這個國家叫首都叫什麼名字。 因為它不太太小了,也不太出名,沒有人去記它這個首都。 那麼這個澳大利亞早就也知道它這個國家,但是高中華的這個國土面積,誰也不會去記的。 那麼新西蘭的人有的數量,還有紐約的京都和緯度,洛杉磯大地發生了很黏, 這個道光皇帝的靈智,我才深處黏在去。 像這一題目是什麼?我知道有這個信息,但是我們家長肯定沒有,我到人裡面也沒有這個信息。 這個孩子呢,也就答對了。 就準確變得很高的。 而有個地方錯,我錯了什麼?像這個半隊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查得很少一點。 是我查到的資料,我查到的資料不太一致呢? 還是真的就是,就孩子和問題,反正還數字不是很大。 那麼像第二道題呢,就是有點,也是這樣的了。 這項下西洋,大家都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每一次下西洋,是從哪一年到哪一年。 這個誰也不會去記的? 但是還是他這個查出來,就是什麼事情的答案。 就是因為什麼?我們在查歷史的資料呢? 你發現什麼?出發的時間一般是準的。 回來的時間,什麼算回來? 因為他們正如下西洋回來,有時候是全部回來,這個當然好辦。 有時候是部分回來,先回來一共,後來回來一共, 那麽什麼時候算截止呢?還是說,最初一批。 那麽如果最初一批是少數,前面一批是多數呢? 所以就在這個時間的準確的計算上面,就一定說不清楚。 會有這樣的問題。 另外像什麽? 拉撒的經歸度,海拔著多年平平溫度。 這樣的數據,我們出來也是不會記的。 那麽出這樣的題,還是那個很準確的把它查出來。 後來還有什麼可能性呢? 因為我們的視頻聊天, 不過視頻聊天,它是不是看見了我的形象? 那麽從我腦子裏面找到這個東西呢? 那我就把我的形象關掉了。 那麽孩子呢,還是可以很準確的把這個答案寫出來。 那麽到了十一號呢? 我問一下,哪幾個什麽? 如果孩子不懂的東西來,試試看他怎麽能準確的出來。 因爲三個孩子都沒有學過化學。 那麽我們的書裡的化學題給他們做。 除了兩道題, 這個題, 一道呢,是寫出牛酸鋁甲的分子式。 還是沒有學過化學, 也不知道不知道什麽叫分子式。 那麽先給他科普一下, 那麽化學是什麽東西, 分子式就是什麽文章, 那麽簡單的搞出他一下。 那第二道題呢, 是寫出元素周期表的第十二號元素。 是寫出元素周期表的。 有的大孩子是全對, 有的孩子不全對, 但是他的孩子基本上是站在那邊了。 那麽像這個孩子, 這個牛酸鋁甲已經明白了, 他就分子寫得全對了。 這個十二號元素是鎂, 它的原子量是24.705, 這個也對了。 那麽像這個呢, 他就, 學長畫出這麽個東西來, 就能找到那個書上畫吧, 他不懂, 他找到十二號元素, 上面是怎麽樣, 他就把它畫出來了。 這個任務我也從來不記這個東西, 不會記這個東西的。 所以他們也很順利便就通過了。 就是不只能為他也能夠查到, 而這個人把它帶在正確的結果出來。 那麽前面的這些東西呢, 都是文字信息, 或者我們想試一下, 說聲音信息和視頻信息, 他怎麽能夠查到。 那麽, 怎麽來出這個事件呢? 就是我想起了一個, 一個常有名單名過的國上家, 叫做黃虹。 這個人呢, 在上世紀五十幾代周期, 是在全國非常地紅, 但是後來呢, 就是, 老是能接受過密宗的新的周期了, 慢慢慢慢大練就大了。 那麽現在還知道黃虹的人呢, 一般是八十歲以上的人, 就是在這個地上。 那八十歲以下的基本上, 都不知道這個人。 那麽我就, 叫做黃虹這個名字, 然後告訴他, 這個黃虹呢, 是雲南的一個歌唱家, 讓他們感知黃虹的, 唱的歌是什麽樣的。 他們那個, 尤其是很簡單, 只要他們那個, 哼出那個調子來, 就算成功, 就能感知到我的聲音了。 那麽, 第一個孩子呢, 他很快的就感知到了。 其中兩個孩子呢, 就感知到那個什麼, 拆掉, 那個, 那個的那個曲子了。 而且這個, 很快把那個前面幾個字, 前面幾個字, 前面幾個歌詞里也, 也清清楚了。 就是小瓜瓜, 小瓜瓜, 我們說你來拆, 唱那個東西。 另外一個孩子就唱, 又感知到了另外一首歌, 就是放馬三歌, 那個東西。 這個, 其中兩個孩子呢, 是評論員沒有任何的情編, 只有成一。 開始呢, 就不斷聽說, 慢慢聽說, 聲音就越來越大, 逐人就聽不清楚了。 其中一個, 另外有一個孩子呢, 功能比較好的, 他就從屏幕裡面, 看見一個中年婦女, 嘴巴在不停地動, 開始就只能看見嘴巴動, 好像在發出什麼聲音, 但是聽不變。 在仔細聽得慢慢慢慢, 哎呀, 就聽不清楚了, 就聽法子, 是什麼調子, 什麼歌詞呢, 不清楚了。 你就說什麼, 他告訴我們, 這個無緣性就不一定有文本的情詞, 你還有零品的情詞, 你還有那個識別的情詞。 那麼, 第二天, 我到談判的時候, 讓他們去拜訪, 拜訪其什麼問題, 他們自己立意。 那麼, 第一個孩子很快就, 就寫出來說, 說這個, 黃鴻呢, 他是, 八四年, 畢業於湖南, 藝術學校的, 湘軍專業, 代表說, 是不是用刀軍? 一天就不對, 這個五十年代的, 這個唱歌的歌手, 從八四年代才畢業, 從事他技術長, 他很快就找到, 那個黃鴻的, 就是我們要的那個黃鴻, 就是讓他再加個附加詞, 就是唱雲南雲木的黃鴻, 這樣就準確了。 那麼後來在網上一查呢, 還真有一個, 這個八四年, 在學這個, 相聚的這個黃鴻, 他也就是念了王昭軍, 這個現在在廣州, 這個, 一個藝術團體。 他們也把黃鴻的, 這些生平的, 主要的事件, 這是一個孩子寫的, 這是, 第二個孩子寫的, 第二個孩子寫的, 他就比較多了, 就是黃鴻圓名, 黃泉詩, 因慧而往之去世, 他是藝術團體去世的, 喜歡華人生, 一看是, 將軍有一架鋼琴, 最後到離此來, 還沒買到, 他的代表作, 就是小壺糖水, 掃蘸調, 趕馬調, 小光, 他妹妹叫黃麗茲, 這個叫做一家, 但這個印譯查得很細, 他們每一把, 他們看的這個過程都寫出來了, 從過這個一系列的實驗來, 我們發現, 紅鴻圓確實能夠感知他們, 從未接觸過的複雜信息, 甚至完全不同的信息, 為了檢測感知的信息的正確性, 測試的信息呢, 我們都採用網上合約查到的, 他們是否能夠查到網上沒有的信息呢, 需要再進入的實驗, 那麼後來我也做了一點這方面的工作, 那麼像, 有一個, 你找到討口的, 他發揮了幾張照片來, 那個照片是什麼, 是金字塔裏面的, 還有一個玉器的照片, 上面有顆的圖像, 有幾個像型文字, 讓三個孩子, 用不同的方法去感知這個東西, 這三個孩子都寫出了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上的人物的名稱, 這個事情呢, 是一樣的, 只是用不同的角度去描述了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麼後來又再次讓他們做一個什麼, 讓他們去感知這個私生的面相, 有什麼奧迷, 這個人就非常的糟糕了, 就是和現在的口感小說是一回事, 什麼他的鑰匙又藏在耳朵背後了, 又說他是什麼外星人造的了, 就基本上完全是口感的問題了, 比如說孩子因為是這方面讀意看多了, 他知道有這個東西, 你感知他就把這些錯誤的信息全部都來了, 就真的信息反而感知不到了, 就出現了這麼一個情況, 那麼這個實驗呢, 就住的不算很徹底, 但是主持人物說明了很多問題, 就是孩子就是能夠感知到, 他們完全不懂的信息, 只要能夠提出一個目標, 他就能夠感知到, 已經不是你會堂做的, 但是主持人物說明了很多問題, 但是主持人物不懂了, 但是主持人物不懂的。 他的主持人物, 這裡面就涉及到一個理論架架的問題 早上好多老師來都談到這個理論架架 關於這個人體科學的理論架架 我們是十多年間就開始了這些東西 而且也提出了一套理論 這個理論架架的宣傳 但是實際上大家很多也知道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的理論架架是這個時空 這個空間是有看得見和摸得著的物質 另外還有可以看不見的物質 共同組成的這個空間 那個看不見的物質呢 數量是很多的 它不光是有一些簡單的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一些東西就是 我們把同樣的一個虛體事件 那麼虛體事件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大家可能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 就叫《軌彈位置空間》 那個是2011年我們拍的 那個上面有物體 有聲音 有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圖像呢 不太清晰 也沒有背景 只能說 告訴你 或是有個 你能夠看不見的東西存在 看不見的物體存在 那麼經過這個十年的這個研究呢 我們已經有了大量的孩子 一些多培訓的孩子 都照過這個圖片 也都參觀了 所以實在這個城市裡面 對得有很多的了解了 那麼那個城市 現在我們還只能透過一些照片 或者不完整的照片吧 來知道那個城市大概的情況怎麼樣 那麽任何預警期間呢 我們就說 團體 就是孩子不是一個孩子一起 是要團體一起去 我們講的 看的 都要互相印證的 你看的什麼樣子 他看的什麼樣子 要互相給一個印證的 這個又是什麽 關於這個我們講的 就是一個具體空間 他的一個實驗驗證 因為就是一個 我們認為 就是一個好的回血理論 他不僅是對已經知的事情 的那個致遠吸收 他還要對未來的東西 他能夠未來探索的 另外的幾個指導作用 或者在他這個理論的構架下面 我能夠推掉出 現在還沒有的東西 然後我再有實驗驗證 那就是你是存在的 這個理論 而且這個仿佛的若干翅膀 這個理論才能站住腳 那麼像這個理論 虛擬事件這個理論呢 第一個比較 什麼 現在已經站住腳的實驗 那就是虛擬摺影了 早上國平老師介紹了很多 虛擬摺影的這些東西 那麼這個理論呢 就是我們根據這個虛擬事件 這個 他的構架 這樣設計的一個新的實驗 而不是怎麼有這個實驗 我們來解釋它 而是我們腦子裡面 根據這個理論 創造 那個什麼 各自出這麼一個實驗來 然後讓孩子去試 最後把試成功了 是這樣的 那麼現在呢 我們大家說 你不是去看照片 我要去看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裡面 我們感興趣的東西 裡面什麼把自己帶過來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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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他們互相驗證 第二個 就是 那裡的記憶 我們這個世界 可以驗證的 或者我們現在 反正有辦法 知道它是真是假吧 像這本節目 那麼就是這三個孩子呢 他們都是 元代以後開始培訓的 正式培訓的 但是他們都去過一次的空間 有人帶他們出去 去過一次了 那麼我們就 讓了三個孩子呢 這個家長我 那就 建立一個群 通過聊天的故事任務 然後把這個 讓他們去 進行實驗 實驗完了以後呢 讓家長 馬上把他們的實驗結果 一路的記錄 把他們批下來 幫給我 這三個孩子呢 也就是剛才的三個孩子 兩個出一的 一個是五毛肌的 三個呢 就是 有基本穩定的 手指順子功能 三個月前 其實是 接著維持到虛擬 中間同一個城市的訓練 然後我問他們說 他們能不能夠 獨立的 從他們家裡面去找到這個 這個城市 你到了城下沒有 他到了 你看見其他兩個同學沒有 三個時候 都把你說看到了 好 那麼你一起進去 可以 那麼在路上 我就布置他們說 一路上 拍照 那麼許多一個孩子 拍照技術 比較好 就拍了四章 因為四章很有意思 在什麼意思呢 領一章是很清晰的 另外常常不清晰 我們不清晰 發現什麼東西呢 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沒有見過的 就是不清晰 這邊有的東西 就很清晰的 像這個花 本來因為很清晰嘛 看得出是個花 但是就是摩摩鼓勾的 另外就是問他們說 讓他們去問一問那邊的 那些城市的管理人員說 現在可不可以讓他們的城市 換照 那麼他們的達夫說 現在他們那個城市 正在進行 像在我們這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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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評比之類的活動 說他們 如果我們外來的人去拍照以後呢 會影響他們的成績 說他們就不清晰 那等五月份以後 大概可能會解封了 他們就不可以拍照了 那麼到了城市的地方 所以這個城市是 這個城市是 這個城市是怎麼樣呢 有一個孩子的 這個繪畫劇數比較好 他也把它畫出來了 畫出來 當時 這個 我就很驚奇 我說 怎麼這個城市只有門 沒有圍牆呢 他說老師是有圍牆的 他畫不出來 因為這個圍牆的牆是透明的 這個圍牆有一點兒差異 這個差異很小 他的這個技法不行 他表現不出來 這個是北天的形象 這個北天的還發現 這個樹的顏色 他會 過幾個小時 會變一次 過幾個小時就變一次了 夜景是這樣的 這個夜景為什麼說 門是一樣的 為什麼背景王家不一樣呢 因為孩子呢 說 他們看到 晚上這個東西呢 是燈光不景 不是真實的 是打燈 這個東西 比我們認為還先進 我們現在的燈光 還略到說 把整個一個場景 給你改變了 另外就是什麼 這個門 為什麼會這麼小 他們說 這個人呢 就是 就是 進出的人很少 他們去過好多次 結果沒有看見有人 又洗牆走的門進出 就隨他們幾個人進去了 另外就是什麼 就是工作人員啊 全都是機器人 有一個孩子 就 比較大於畫這個平面 他就一畫出來 也不能看 真的就像 海灣 前面看到的門是很小的 裡面那個孩子很複雜 有一個大小的 也就是離境檢查 入境檢查 這裡就是 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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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的 這邊有郵局 這裡有港校的辦公室 這個事情圍牆的是這樣 他們都會互相撲鬆 他們都會互相撲鬆 這裡有一個大宗 這個街上也有行道樹 這個很美的 那麼那邊是 道路是這樣的 這裡也有了這個 什麼 像這個人行道 這邊是隧道 那麼公交車和小車是 分開道走的 那麼公交車是 橢圓形的 沒有門子 那邊是公交車和小車 這個小車也是沒有門子 這個行人呢 頭上有多少隻眼 第一 就是隧山之眼 我們說的 第三隻眼 我們讓他們再畫細一點 那麼像 為什麼這個公交車會沒有門子呢 他們都看見公交車下面 有很多小鬼 裝下噴氣的 這個時候綠手在那邊是 是對的 不是什麼法律 一樣的那些東西 它就是門器 把它給起來 然後扶起來了 就像棄電艦船的樣子 下面呢是小車 這個小車 這個就是沒有門子的小車 這裡是有門子的小車 它說門子呢 和我們無限的 是不一樣的 作用 它那邊是 車停了的時候 門子就出來了 車開整的時候 門子就收起來了 它是這樣的 這個還看到一些其他的工具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看這個自行車 我們說不是 這個是電動車 它是電池在燈胎裡 就是他們那個電池在技術 已經高度發達了 很小的電池 就可以有很大的油量 所以不像我們的電池很大 這個電動車有很大的空間放電池 他們直接在輪胎裡邊就足夠了 這個空間就足夠了 這個是動物園的一個門子 那是個機器人 另外他們還在那邊看到一些 這邊沒有的動物 像這個像貓這麼大的人 它的皮毛呢 它發生得像豹子一樣的 這個頭在裡面像蝴蝶 那邊有蝴蝶 這個蝴蝶的頭是狗頭的 有一個孩子還畫出了高速路 和一個城市裡面的道路之間的顯接 這裡還可以畫一些風力設施 這裡一個設施很有意思的 設施的風力發電站 就是它一個城市的發電場 就是這麼一點 它是很活動力 使風力和荷能 荷能是兩個合起來的 合起來用的 有功能的時候 沒有功能已經有荷能 它的荷能就這麼小一點 不像我們的荷能長 是很大很大的 它的很小一點 這個城市就夠了 那麼這裡也有一個醫院 後來還發現了 那邊又有圖書館 他們就把圖書館的形象把它畫出來了 這個圖書館的裡面 這個圖書館是一個公共場所 中間是月子區 然後旁邊是崩貴的 還有胡哈貝的地方 從此他們在圖書館上面看東西的時候 還找到了一張 用漢字標準的地圖 這個城市的地圖 城市那邊 居民區的這邊 那個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我們也沒有畫 就把這邊公共設置比較多的地方 把它畫出來了 畫出來的中間就很多了 有公園中間有大學 小房間去商場 動物園很多東西了 我們也看不過來 我們就選幾個地方來看吧 第一個呢 是說 它這裡有寺廟 我們就說 這個內容看 你看一看 難道那邊已經給信宗廟嗎 所以才有寺廟 是不是這樣的 另外呢 這裡呢 還有兩個機場 這麼小個城市 有個國際機場 還有個直升機場 還有兩個機場 而每個機場都很小 這為什麼和我們這邊 我們的機場都很大的 為什麼那邊機場很小 就是我們需要把它弄清楚 另外呢 這裡還有一個叫 《文明展覽》過來 一個是相當於我們的 就是國務館這樣的東西吧 我們參選 就是這裡面應該有 很多什麼展示的 很多東西的 我們說我們這也是呢 這區在三個地方 實在是長什麼去 這個市面是什麼樣呢 畫的就是這樣的 中間有個鄉民族 旁邊有個後面的建築 這個建築裡面呢 沒有什麼火箱 這些媒體的東西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小的建築 他都畫不出來 表現不出來 他那個計畫有限 這個寺廟裡面呢 他們去所看的 有的人呢 在那裡想過這個燒香 而且多半是中年 有十來過的感覺 然後讓他們去問一問說 你們這個生活是幹什麼的 那些人就回答說了 那些人就回答說了 我們是來這裡 給祖先燒香的 懷念我們的祖先 他們是 是不是要是以這個作用 他們就是沒有神 他們在那裡不信神 不信佛 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是什麼 他在鄉民族會 這麼一個東西 進來進去 這個和我們是很相似的 但是呢 真的搞異形的人 一看說不對 他在他裡頭我和我們 他裡頭是反的 那麼為什麼會把這個 我們現在都不清楚啊 反正我們知道有這個 這麼個現象 好 那麼現在這個 這樣那個 寺廟的問題呢 基本上就解決了 那麼現在我們去看 這個 機場吧 機場就是 它是有直升機和 北京的兩個機場 就是面積不夠大 那麼 那麼 那邊的北京大部 是一直沒有翅膀的 這是什麼事情 這是什麼事情 可以想 好 好的 大多數是沒有翅膀的 只有少數有翅膀 他們就是能感知到 這個 這個 他飛行 飛行多遠啊 他的腿力有多大 這樣的 那麼 這就是 小的支撐機的 這個 這個是機場的一個平面圖 就是它跑到很短很小 很短很小 我進了這三分鐘之內結束 好吧 那麼 那麼 後面就是 我們再看 實際上聽起來的 就是什麼 這個文明博物館 文明博物館 這個建築 這個造型很美 這個 這個 它這個 文明博物館呢 是兩層 這個是第一層 就是 revolt 一號雞二號雞 甚至三四五六 那個 這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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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就是想這個辦法 他就 看他 top 那麼 他們把名字寫下來,就寫了一號展廳,他們就寫了這麼幾個東西,後來就畫了幾個,像那邊的宗室這樣寫一根針,那邊的寸室這樣寫,二號展廳還有這麼多東西,三號展廳有這麼多東西,四號展廳有這麼多東西, 五號展廳有這麼多東西,五號展廳有這麼多東西,那麼很刺驚的是五號展廳,五號展廳就寫了這個五號展廳讓我們分享刺驚,它裡面是核聚變飛進氣,太空非常快是飛進氣,不完全晴聚變發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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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 不完全晴聚變發電氣,不完全晴聚變發電氣,因為那也是晴聚變發電氣,在我們這個世界現在還沒有這個名詞,有核聚變,但是沒有不完全核聚變這個名詞 或者放在我們這個,它這個是可控的橫幻聚變,它不光是有這個名詞,它已經變成散散品,在燦爭管裡面展出了,東西也不大。 我們的橫幻聚變發電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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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二月份,世界最高水平,我們國家的橫幻聚變發電氣,運行的十秒鐘是最高水平了,是這麼大。 它裡面的小小的東西,已經在那個橫幻錚外裡面展出了,它算是這個樣子,會吹進去。 而且我就讓他們說,你們趕快去查一查,什麼叫不完全核聚變,結果林一新就查了好多資料回來,所以說我就把它組合起來,就請他們來,什麼叫不完全核聚變,就是,肥及端高溫高暗下產生的核聚變, 所以它做完結的黑球變,和我們的變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很文化的一個黑球變,可以用的。 它可以把它用在做一個輔助能源, 在這個鍵盤、航空、航空上面, 做一個攜帶能源,可以做這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在那個世界裡邊, 可以帶給了高科技的信息, 這個信息我們現在還沒有的。 我們現在怎麼要產生一個不完結的黑球變,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它那邊已經有了。 就是那個世界,它給我們的定是這樣的。 那麼最終我們得到的一個結論來的。 原來還有一個比我們更先進的世界存在的。 他們明明在我們幕後,卻沒有仗勢欺瞞, 而在等待我們進步。 所以他們對我們是非常友好的。 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參觀訪問, 而在那邊去喝啟。 我們這裡還沒有在進行, 我們在為我們人類服務。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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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